火势移动得很快 如果你家发生火灾 你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可以离开 每年至少两次与自己的家人 一起计划跟练习你的家庭逃生计划 有可以的话 也可以跟过夜的客人分享你的计划 确保家中的每个人 都能认识烟雾和异氧化碳警报器的声音 所以知道哪时候要出去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两种离开的方式 留在外面或是去外面安全的聚会场所 然后拨打911 因为火不会等待 计划你的逃生 在路子周围 有一个至少一公尺无儿童区 2 在店里咱们认识烟雅 你不能� Prop曙徒 放旧 这个后边 去上出来 入外观 看 炒